他朋友多到就是很离谱 过一个五一 他会参加十场婚礼 三天十场 这可以啊这个 他太夸张了 根本就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我这人平时性格是比较外向 然后喜欢交朋友 更何况我是在做这个广告传媒行业 人脉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方面我平时是出于应酬 维系一下朋友之间的关系感情 我觉得他应该支持我 并不是在那挑三拣四的找我毛病 然后就埋怨的生气 就是他微信里面有三千多个人 都是他朋友 谁正常人微信里面会有三千多个人 我觉得他这就是在无效社交 其实并不是什么无效社交 比如说我俩生活中很多琐碎的事 就是我俩遇着什么困难 全部都我给我哥们打个电话就解决了 就上个月家里空调坏了 空调坏我给我那哥们一个电话 直接给我们最低的那个价格 就让我们带回家 还有他家里老人生病了 我给我一哥们打个电话 直接开车就前前后后帮忙照顾老人 送老人去看病 这叫无效社交吗 那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你把这么大部分的钱 全都拿去给这些人花 虽然你们是互相请 那如果把你这些工资存起来 是不是就可以买啥样空调买不到 啥样好的医生就约不到呢 非要就找朋友落人情 不是话不能这么说 人情世故你懂吗 你这就格局小了 你这太肤浅 你不懂这个里面的人情世故 是是是 我们都属于格局小的那一类啊 我觉得人情世故是 而且他平时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手都快要长在手机里 就时时刻刻给他朋友回消息 那你想三千多个人 一个人一分钟一天也回不完呀 然后就我给他发消息 他压根就不回 就最近我们他三年 我可能觉得他有一些疲倦了吧 就我给他啊 就必须要打那个微信电话 他才会就是接了适当性 回应几句 说没看手机 那为啥在家里的时候 又时刻要回朋友的微信呢 根本不是他说那样 我每天我早上九点就去上班 上一天班 然后晚上了下班之后 两到三场的应酬 我忙一天我特别累 那人总有兇 你这两到三场应酬是什么呀 孩子 就是跟平时不联系的朋友 或者是偶尔联系到了 然后出去跟大家做一做 吃吃饭 然后有时候跟同学 然后就是出去应酬 完了之后 回到家里也是特别筋疲力尽 累得很 然后我又不是说是 看到他的消息不回 他就跟我生气 我觉得你是自己人 你应该帮着我去 应付一下外人 并不应该在这埋怨 而且消息没看着 没回他 他就觉得我不意不理他 他这我觉得就是太粘人了 孩子的房间可以什么都不挂 但是一定不能少了 四张这样的地图 他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打开孩子看世界的双眼 他就是世界地图和中国地图 当然还少不了另外两张 儿童知识地图 中国地图 加深孩子对国家各个地区 风土人情和人文特征的了解 世界地图呢 让孩子足不出户 就能看到非洲的金字塔 澳洲的袋数 南极洲的企鹅 超多的新奇事物 知识地图让孩子对世界的地理 历史发展更深入的了解 这些都能增加孩子的知识面 孩子一眼就能记住 地理学好了 语文历史的成绩自然也都上来了 科学院占边占边占来的 这些都应该看 帝国亦 aspect的 这些都会有关在斯文历史上联系玩偿 ago